人间佛道依师行 普度众生信愿行 纪念恩师原济涅槃于七七之计 师父涅槃原成佛道 对佛子而言既喜又忧 喜的是我们在天上有了一个师父究竟成佛 慈悲保佑我们佛子的慧命 忧的是人间师父的色身离我们远去 然而师父的法相 法音永远流传于世 师父就永远与我们同在 师父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七七四十九天中 我们学会了更加感恩与珍惜 感恩世界佛友对师父的礼敬爱戴 念经放生 感天动地 感恩恩师给佛子们积功德 消业障的殊胜机缘 尊师众道方能成佛 我们学佛的路就在脚下 才刚刚开始 弘法度众的责任使命 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 恰如佛陀涅槃之后 佛陀的弟子们将佛法传承至今日 来日方长 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时刻铭记施恩 谨记施托 不负诸佛如来 不辱红世大愿 师父在涅槃前夕曾多次对身边弟子说 在人间成佛不容易 师父在人间吃尽了苦 成佛是一个大愿 成佛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自己 这条路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学佛要有三气 骨气 智气 勇气 师父燃烧生命 供养众生 救度了我们的生命与慧命 十余年的辉煌 弘法历程 远非凡人所能成就 短短十年间 师父为无量众生 种下了菩提种子 在末法末节时期 创造了佛法的奇迹 师父慈悲 誓及涅槃 再次唤醒 无名众生 人生苦空无常 莫法天时不同 莫空好生命 耽误会命 仅当依教奉行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严守戒律 勤修行 师父一生 无量慈悲 无量般若 妙法视线神通 只为点醒 愚痴迷惑众生 身无因果轮回之理 恩师再三叮铃佛子 莫执迷神通 勿走偏差 皆因我等众生 远非佛菩萨境界 末法时期 魔障丛生 如履薄冰 依止师父开示 以戒为本 为修行首要 心灵法门 芳心慰爱 诸佛菩萨慈悲互念 佛子们仅当一门精进 尊师众道 追随佛陀的脚步 秉承观世音菩萨 和恩师的慈悲精神 传承心灵法门 利益更多有缘众生 这是一个殊胜的法门 也是末法时期的直通车 和最后一班船 也许我们每个人 都在谱写着一段 不可思议的历史 愿我们的人生 能够为自己 累结修行 和普度众生 画上圆满的一笔 不负此生 来到人间一遭 不负天上的诸佛菩萨 与恩师 感恩恩师 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赐予人间 感恩佛陀 观世音菩萨与恩师 引领我们走入佛门 幸运心灵法门 感恩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与一切善知识 佛有的慈悲帮助 仅以此文 纪念感恩恩师 与世界佛有共勉